欢迎收看《打开公话麦》 我是许仲江 台湾除了国语之外 使用最普遍的语言就是台语了 那大约有七八成的人口是讲台语 但是过去政府长期压抑台语 使得台语有可能陷入危机 现在许多年轻人是不会讲台语 但是很奇怪 使用人口比较少的客语 或是原住民 他们都有电视台 那使用最多的台语反而没有 台语电视台有没有可能成立呢 而且是设在南部 这对媒体平衡发展有没有帮助 商机又有多少 只有台湾市场吗 其实东南亚有庞大的华人闽南语人口 政府有没有看见呢 另外白色巨塔又先风暴 长庚医院已经是最赚钱的医院 仍无法接受急准单位亏损吗 还是以不赚钱为由 进行人事斗争 到底是生命重要 还是赚钱重要 长庚如果真的缩边 会不会影响其他医院跟进 让医疗环境更加恶化 民众的就医权益又在哪里呢 相关一提我们一起探讨 首先介绍今天来宾 民进党副秘书长徐家青 拉伍安 国民党文成会副主委李明贤 大家好 资认媒体人王石琪 大家好 还有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主委 颜春作 好我们先来看了 由剩四个团体发起的 催生台语公共电视台联盟 今天邀请蓝绿立委 共同响应联署 催生台语电视台 来看VCR 没有这个单台 蓝的爱 第一公共电视台 蓝绿立委排排站 跟着高喊 要成立台语公共电视台 催生台语电视台联盟 请来蓝绿立委一同联署 成效卓著 目前响应联署的跨党派立委 已超过44人 连同230个民间团体 都呼吁文化部落实语言平权 早日成立台语电视台 蓝绿立委感叹 台湾有超过8成以上人口 使用台语 但相较于2000年 民进党执政后 原住民电视台 跟客家电视台相继成立 主要语言反而没有发声平台 因此 催生台语台联盟 主张修法外 也希望尽快恢复 公共电视南部台的筹设 双轨并行 马上就是用公共电视台 南部台 虽然恢复 变一些武装 这些硬性的东西 可以用这个数位台 先去 第三点就是慢慢的修法 好 我们看到 现在很多人 想要催生台语电视台 毕竟现在台湾 七八成的人口 是使用台语 反而没有台语电视台 但是台语 只有在台湾的地区的人 才会讲台语吗 其实不尽然 其实全世界 有相当多的地区 都在讲台语 我们来看到 台语的小档案 其实台语 是源自于闽南语 这是根据 2013年的最新统计 全球闽南语的使用者 超过4800万人 位居世界第23名 是世界100大语言之一 再来 东南亚地区 其实相当多的华人 包括新加坡的华人 50岁以上 闽南语的普及率 是超过英语的 再来 马来西亚 槟城 印尼的棉兰 大多数的华人母语 就是闽南语 再来还有汶莱的华人 也是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 那其中超过8成是金门人 那除了中文的普通话之外 闽南语就是通用的语言 来 先请要实习 怎么看 这个我们说 台湾的有客家电视台 有原住民的电视台 那其实这些人的使用人口 都比不上台语 那现在台语电视台 如果成立的话 它背后到底有多大的商机 或说它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对 讲到这个 讲台语这件事情 其实我一直非常非常非常惭愧 因为小时候你也知道 在我们那个年代 就的确在 就是规定 就你一定要讲国语 对 讲台语要罚钱 要罚钱 而且我还担任过国语推行员 虎吐我也是 对 是不是 然后结果就会在班上抓小朋友 说好 你讲台语 所以你要背一个牌子 说我不说台语 然后并且罚他的钱 那所以当时那样子的环境 然后赵就说 好 对 所以我们觉得讲国语才是正确的 才是标准的 所以我们在整个生活环境里面 都用国语来作为这个交谈的 唯一的语言 那可是一直到长大之后 的确我觉得慢慢的 开始反省了之后 就会觉得说 它是台湾 就是台湾的语言 为什么我们当初的教育 会是叫我们说 不要学那个 那个叫做方言 所以我们要用一个国语 北京话 然后来作为一个正式的语言 所以你只要讲地方语言 你只要讲原本台湾的语言 你可能就是错误的 所以你是必须被处罚的 我觉得那样子的年代 的确对小孩子来说 小孩子当时的教育 他可能也分不清对错 可是长大之后会觉得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那如果这个语言 没有人使用了 没有人讲了 它的确会慢慢的消失 可是如果你回到家里面 跟你的阿嬷 跟你的阿公交谈的时候 他不会讲一般的国语 他只会用台语交谈的时候 你跟他沟通 你还是得回到 那样子的环境里头去 那所以当然 我会觉得说 基于台湾本来就是一个 多元文化的地方 那现在包括了客家化 包括了台语 都在国小列为必修 必选修的这个乡土课程的话 那本来为了避免让它消失 它的确代表着独特的一种 源自台湾的文化的话 当然应该要把它给保留下来 那怎么样子保留下来 不只是说在学校的教育里面 因为你知道小学是必选修 可是到了国中变成选修 那所以到了国中选修 大家都觉得 虽然那我有升学上面的压力 所以我选修的这个动力 就会变小了 就变得很少人去选修 那它有没有消失危机 有可能 有专家说可能30年后 对它就会越来越少人 那个东西跟考试没有关系 那个东西跟我学测没有关系 所以我就不要花时间 站在上面 但是这的确会有一些危险存在 那所以如果能够有一个专门的频道 是整个都用台语文化来表现的话 用台语来发声的话 当然对于这样子的文化的延续 和它的活化和它的再生 我觉得都是有帮助的 对的确 因为特别是台湾有这么多人使用台语 结果没有一个台语电视台 真的是也蛮奇怪 来请教主委怎么看 这个电视台如果设在南部 那当然大家去想说 对于这个语言的发展 语言的延续 语言的推广台语 那再来就是说 影视的这个发展 是不是也带来一个新的机会 刚才我们说台语的人口有七成 其实不是 万南人在台湾有七成的人口 但是说台语的人不太认识 我们很多开会政策的地方 都是用普通话来说 包括这天我在主持会 如何复兴台语 这也是国语都用普通话来说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很严重的这个问题 那个国家地理协会有在说一个问题 说在2000 2007年他就讲了 全世界上有七成种的方言 大概有一半以上 会在本世纪末会把它消失掉 这里面包括我们的客家语 包括原住民的位 包括台语就对了 台语也包括 所以我想台语的消息不是只有台语的消息 台语代表一种文化的消息 像我去年登革乐当时在严重的时候 我去跟郑家阿伯阿伯在做选择的时候 你用国家说他根本就听不懂 他听不懂 所以你说登革乐他在说天高在哪里听 你说班纹他听不懂 你说火卡榜哪里听 你说温水平听不懂 你说文版 你说天高 你说水泽他哪里听不懂 所以很多的意见 你如果没法处用这个意见 给他设设设设计时 其实不知道要怎么做 所以去年我就 我去年我就 我在想说卫生局跟防博局 在那所在设设计时 我在在那里听 我听说 可是我是一个阿伯阿伯也是 他说我听不懂 其实我是听不懂 所以我就自己用台语来跟他们说 主委定要跟他们说 说我都要大家都听不懂 所以去年其实有做一个 有做一个就是说 有做一个那个调查 就是台南关 台南市 对天高的地形 到底是政客是多少 基本我会七十三分 今天关是五十三分 最主要我都用台语来跟他们说 所以我想我要跟大家说 台语的消息 不是代表台语的消息 这段我们过去的这个所在生活 因为台语言是代表 一种过去生活 历史的这个共同的这个回应 所以我是觉得说 应该是一定要设计 而且不是只有南部设计而已 我觉得和北部都是要设计 北京的北部也有很多 这些说台语的赢口 那另外我是觉得说现在我们现时是重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不要说台语啦 我们台湾有很多议员嘛 包括原住民的 包括加工的 包括台语啦 但是用国家的拼音系统 是没有办法去做统一的一个拼音系统 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我们应该要适度的回合这个罗马拼音 是不是用一种拼音系统能够涵盖 客家画 涵盖外住民的画 涵盖台语 涵盖现在用的这个普通画就对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那第二就是说有要回合台语的文字吗 以前我们老婆是一个汉鹅的老师嘛 他也要向我们台语议员 他跟我说台语呢 只要有音就有字 有字就是有音 那如果你也没有 你如果没有给这个议员消息 你一定是要用台语在下 用国家的台语在下 不管这个台语是多有情意性 我是觉得说经理出来后 大家一步一步的向前行 所以要让台语 跟我们日式生活结合作 我是觉得台语的议员 应该是要适度 台语的问题应该是要适度这个回复 另外就是电脑系统 要怎么去做这个拼音的系统 我是觉得说 如果要公告说 超级武器 超级台语 不是说只有台语 超级台湾现主席所有的议员 应该要对头开始时刻 我们的拼音系统 是美容保护 还是美容罗马的拼音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主委但是现在这电视台 如果放下来 这个图案是不是不够 你说的是这个台语的议员是怎么回合 但是电视台如果放下来 是要是怎样它运作 但是台语的就是说 它很多 其实我觉得很多电视台 不用再拍片 用以前的国际片 用台语发音就可以了 台语配音就可以了 不用再拍很多片 有时候像过去 很多我们已经拍国际片 用国际的发音 用普通的发音 先让大家发音 把那个字用起来 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不必要去拍很多片 所以我觉得用一个小型本 可以慢慢一步一步 给我们台语来做一个回复 是 那明显怎么看 这个台语电视台 我们说过去 因为台湾这边本土的语言 说实在也受到过去政府的这个压抑 你刚刚实际也说了 对不对 讲台语要被罚钱 那现在呢 要希望设立这个台语电视台 那国民党会不会反对 如果说压抑 我小型就用压抑得大 我小型是说台语说得大 我发钱我发不少 我小型我使用台语 为什么 你看富士党台语也很软抑 为什么 我小型在家里就是说台语 你对生活方面各方面都说台语 所以他会这么软抑 为什么 我觉得对很多方面的 不只看电视而已 我小型在看什么 报台语 親 就是这样看啊 实在说 informações 喜欢塔语 看电视看看 彭家瑜 我台语会没有说 我香港成章 彭家瑜 我还有纠纮 彭家瑜 就是這樣 你慢慢去學慢慢去糾正 我覺得就是對生活各方面去學來嘛 你說要設立電視台 不可以 你要設立 不過我提供幾個意見 剛才副市長說我們電視用那個圓 就是譬如電影 或是新聞 你配音八大禮 龍翔電視台 他進場的港片配音 周星史的 八大禮 很奇怪的 我太太本來要應徵配音 他就說用台語這樣 有的音量破起來真的很奇怪 所以我覺得 第一 成立台語的電視台沒有問題 問題是要政策怎麼配合 我覺得第一就是台語說在地化 第二就是國際化 你要跟國際接軌 加強英語的比例 你到底要加強英語 還是加強台語民喚語 這比例的問題嘛 第二 你說現在頻道的問題 頻道頻率是公共財 你總是要用公司 再拔一個出來 說公司第二台 你跟原民台 跟客家台 要用比例 客家台跟原民台 他的年度預算 差不多3億元 沒有到4億 所以他的能量有夠 你說要來自播的時候 我跟富士長的看法不一樣 我說你如果台語電視台要設立的時候 你要有自播的能量 你要做得出來 譬如說 韓國的KBS 他做太陽後裔 直接2千5百萬台票 所以台灣你也要去拍片的時候 我覺得 你的不是只有語言本身 你會有文化層次耶 你看台灣的在地文化 台語的發音很漂亮 我覺得自播文化我覺得加強 比較重要嘛 所以不可以說 為了要說台語的 成立一個台語的電視台 是在加強台語的自播能力嘛 我覺得這比較重要啦 對啦 內容要加強 對 這要加強 第二個說 公司 大家知道公司的年度預算嗎 到外面這樣啊 你是辦法增加 所以我覺得你對生 如果要加強台語的普及 第一個就是對生活層面嘛 家人你有什麼說嗎 為什麼現在的孩子沒什麼說 為什麼是不是教育層面 大家說 孩子不會跟國際化 所以就說英文 你台語為什麼 你的母語為什麼 第二個 教育層面嘛 第三個 當然是傳播啊 你如果要成立 像民視很多新聞 新聞都是用台語報報 這是不錯啊 因為我這樣學嘛 有的詞我不會發音嗎 聽著聽著你就學起來了 所以我覺得很多層面啦 生活層面 教育層面 還有很多傳播層面 所以二台可以成立 台語電視台可以成立 但是資源的分配 公平性和公正性 在科路啦 對 的確明顯也提出相當多 實際的這個建議啦 只說台語電視台如果要設立 當然很多的這個內容 必須去加強 那特別說 製播能力啦 資源是不是足夠 來 佳琳姐 怎麼看這樣一個台語電視台成立 對於語言的保存 對於影視的發展 是不是有所幫助 先別說是不是要成立一個電視台 新的來推動這個台語 先說我們這個概念到底要做什麼 比如說台灣因為是一個 都原跟文化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 因為過去的這個政治因素 就概念嘛 就這個國民黨一黨獨大嘛 所以在那個時代 只是為意說北京議 這是合法的 這是官方可以運用的 其他都叫做方言 不管你是黑家法 還是原住民 還是那個火柔位 都叫做方言 有方言就有官方語言 這個概念就是說 我是假通的 你們都是旁之末節 所以這個概念 其實是一種物件上的其實啦 但是漸漸我們民主化後 我們就知道說 這個都原文化 其實是一個國家 學生 甚至變成強大 最好的一個原則嘛 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們要怎麼將過去 我們這個都原文化 可以讓它學生起來 物件就是其中一種 其實剛才我們有一個標題說 東南加武是畢修 台語是選修 其實這不對 其實所有都是選修 所有都是選修 就是說未來 孩子在學校 在中學 這些物件 只要他的武藝裡面 就包括這兩個成分的 都要選一個就對了 對 你就是要選其中的一個 你媽媽或你爸爸說台語 豬肉圍或是客家法 或是說台門 或是說外蘭門 都可以 你可以在這裡去經理自己學的物件 家庭補充 你在家庭之外的地方 可以學習到的 但是我自己的親身經驗就是說 我的孩子今天九歲 他退休學三年 老實說 因為我剛在家的爸爸媽媽 我整個家庭都說 褐肉圍嘛 所以孩子自小的就是褐肉圍大 所以他吃飯他說 這肥肉 我們都說褐肉圍 他說這個褐肉 現在有幾個孩子也要說這個褐肉 很少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使用的空間 所以我認為說 理事這種情形 就是要兩個方向來處理 這個方向當然是國家 它作為一個機構 文化局 文化部 要怎麼來幫忙 讓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以外 可以 生活上更多 那個學習的空間 另外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對教育中間要去加強的 包括我們的家庭教育 包括我們的學校的教育 都可以創造更多的機會 我們現在都很重視說 喔 孩子從一年就開始學英語 因為英語是全世界都在講的語言 但是我們都沒有想到說 台語就是我們每天在講的語言 我們爸爸媽媽 我也當了很多阿公阿嬤 真的很趣 經常我在坐那個公車 捷運的時候 他們剛才在講台語 都說得很開心 我頭一看 看完孩子就開始跟他說北京阿嬤 然後我就跟他說 不用 講台語就可以了 他們就說 蛤 要講台語喔 台北小孩要講台語喔 好像是一個外聊不棄的事情 所以 因為現在很多年輕人都不會說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 這就是因為我們大人的態度 你如果把他當作是一個非常正常的 所以我小孩 常常自然就說 要跟這個阿公阿嬤說 不用 你說 蝴鹿月我就聽了 他就說蝴鹿月直接跟他回應嘛 所以我認為說 這是要建立 孩子有一個正常的 正確的觀念 就是說 任何一種語言 都是平常的 任何一種語言都有 有異敵俗的地方 對 我們都可以學習 我們幾學習 幾學習是好的 另外一部分就是 是不是現在馬上有成立電視台 因為 這麼多資源在競爭 我老實說 你現在電視台這麼多 一方面 你如果台語是主流的語言 有七星人的靈靠 是在這個 這個蝴鹿月的家庭出身的 但是沒有說蝴鹿月的人 很多 對不對 你如果真的要破片 發來推動的時候 最好的方法 就要求 我們所有的電視台 每一天 要有兩個時段 要有組織 就是說 我們說蝴鹿月的族群 我們的語言 我們自己當時 我們去看這種節目 它有收視率 我相信每一個電視台 大家都會去做 不用說真的 在生日一個什麼 要有台語電視台 才有辦法來推動台語 我覺得那是 其中的一部分 我沒有排斥 而且這個青年 不是像台灣而已 其實這麼多 這邊是那個叫東南 這麼多電視台 我說一個現主席的困境 讓大家聽 因為我們這個 哈加台 是生日也沒幾年 但是因為他的無線 有限 兩月多三元而已 所以他很多 他不夠錢去打新的品 所以很多東西 他製作的成本很低 但是我最近就看很趣 他拿日本的卡通 一收合上 來配哈加法 大家也看我情懷疑 你怎麼就開始 在那看卡通影片的時候 我就給哈加法 沒關係 這就是一種 你要對他吸引他來看 建立這個市場 為中心 漸漸一定就會影響到 我們主流的社會 包括所有電視來 都說 如果有收視率 我也要怎麼 你現在這個語言在活化 對 師傭有沒有補充 對 我要補充說 我覺得語言 的確是需要一個環境 你知道我後來 因為小時候 都不常講台語 所以後來 我是逼自己說 好 那每天有一個時間 這一段時間裡面 我跟人家講話 我都要講台語 這樣子 就慢慢的訓練自己 那個 學語言才會快 那剛剛明顯講到說 對 我們是不是可以催生一個 這個 台語的電視台 他覺得那個軟體比較重要 這也沒錯 也就是說 也不是說今天我們這樣子呼籲 然後明天他就必須要成立 也不是 我覺得那個必須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增加 對 慢慢增加那個台語 節目也好 新聞也好 或者是等等的那些比例 慢慢的增加 那人緣當然就可以從這樣子的慢慢逐步增加當中 去訓練去培養 然後到最後 可以 可以去 單獨做一個電台的時候 那可能是未來的事情 但是那個儲備的必須 準備工作都必須要做好了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不是在推新南向 對 那所以東南亞有很多國家 他們其實對於台語 也都 也都會講 閩南語是他們的母語 對 是他們熟悉語言 所以其實我覺得那個是 是一個商機 也就是說 語言是第一步打入人家生活的 就是你要進入人家生活 語言是第一個最直接的一個公關 那如果你跟他使用同樣的語言 他那個認同度會高 有認同度了之後才會有市場 所以其實是有商機的 對 所以不要忽略說 語言不只是我們溝通啊 交談這些東西 他可能可以帶動一些商機 我覺得那個東西也蠻重要的 這個台語電視台 趕緊生理吧 其實相機的機會是這麼多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再來關心我們的醫療環境 是不是日益的惡化 那麼長庚醫院這次的急診醫師 那麼爆出離職潮 後續到底要如何處理 我們的急診 我們的民眾就醫權益 會不會受影響呢 先休息一會 馬上回來 長庚醫院驚爆急診室離職潮 長庚藏根積極未留 那是因為急診連年虧損嗎 來看VCR 救護車忙進忙出 林口長庚不但是國內重要醫學中心 還是北部重要的重度級急診責任醫院 卻驚爆離職潮 主治醫師提出離職醫院的事 主要是因為兩位去職的主任 造成內部醫師的惶恐 目前本院已請院長及主管 除未來溝通 傳出林口台北和基隆三院區 上看40位急診醫師要出走 光林口就有22個人丟離職單 院方說離職潮 是有兩位急診室主任被免職 子弟兵才想一起離開 因為向前主任陳日昌 不但是長庚急診創立元老 還曾經負責創立長庚診所 擔任院長 現任台灣急診管理學會理事長 意見有一定的份量 但是他卻聲稱 離職潮是一位急診連年虧損 遭到院方貶毅 限制團隊多元發展 甚至打算改用其他內外科來輪班 把急診縮減嘛 觀察師縮嘛 當然這樣子的話就會有 他認為比較有效率經驗 這事情不是一天兩天的啦 從去年7月開始就一直在暈掉 那我們幾個主任就是 不是很認同他們的那種做法嘛 急診醫學在帳面上的虧損 是天經地義的事 就是為了要搶救所有需要急救的病患 好 這次長庚醫院所引爆的白色巨塔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麼急診不賺錢 那麼剛才長庚醫生也說了 是天經地義的事 但是長庚醫院沒有賺錢嗎 我們來看到 這是長庚醫院的歷年的獲利情況 它是最賺錢的醫院排行榜 在2013年它是獲利王 林口長庚獲利18.7億 再來2014年呢 依然是林口長庚賺最多27.8億 到2015年呢 才輸給台大醫院20.84億 但其實林口長庚跟台大醫院相差非常少 它只有19.43億 其實相差非常的少 我想請教主委 這個你是醫生出身的 應該很了解這個醫院的運作 那這個長庚醫院 它是忘了當初創院的公益精神嗎 它可以因為急診單位這個虧損 然後就可以自我降級 去減低這個所謂的急診的醫生 還有整個的規模嗎 我想我必須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過去我們在擔任醫師的時候 急診是由內外婦兒科擔任第一線 那當時沒有急診專科醫師 那所以我本身呢 我是在桃園醫院當內科醫師 所以常常都第一線在急診在處理病人 那未來以後就有一個叫做急診專科醫師 那現在的目前的急診專科醫師 是所有的到急診室的病人 在醫學中心裡面都是急診專科醫師來看 那因為他所以他涵蓋著各種科目 那除非說像生產就直接給婦產科醫師 要不然他都第一線在做處理 或者說他第一線沒有辦法做處理的時候 再請各次專科醫師來做處理 那因為急診專科醫師其實他是 其實面對的是許多緊張還有這個焦慮的家屬 然後他面對的是許許多多的病人 尤其這幾天我們看到整個台灣 整個醫療界的發展可以說是大者很大 小者很小 許多的中型醫院就被消滅掉了 那大醫院他的急診病人就非常多 以長醫院來講 他一年大概我們給他看大概在急診是20萬人 那平均每一天是550個人 550個人 那等於說是一個小時就差不多有25個人 26個人左右 那所以他整個的負擔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重 據我了解是差不多有三成以上的急診專科醫師 是曾經有醫療糾紛過 那面對著他們一個月要工作差不多180個小時 連續上12個小時的班 然後又去休息 然後再來上12小時的班 面對這樣子的壓力其實非常非常的大 那其實長庚醫院這一次我必須要告訴長庚醫院的是 第一個是醫院的宗旨當然是 我想最主要是這個讓病人的生命能夠獲得保障 那急診本身就像剛剛我們的這個副院長所說的 急診本身這個虧錢本來就天經第一的事情 但是急診它有兩個目的 一個是說它是第一線在跟上帝搶生命的 那第二是很多的住院的病人是從急診上去的 所以住院那個地方它是賺錢的 所以如果急診是不處理的話 那麼它我想大概有七八成的病人是從急診室上去住院的 所以它也是另外創造一個醫院獲利的一個方式 那這一次我要為陳志昌醫師跟他報區 就是說已經當著主任當這麼久 他其實是整個台灣急診專科醫師一個非常 等於是推動者 那在長庚醫院他能夠一年二十萬個人在那個地方運作 那普通的主任當著主任級就看醫院的規定 有時候就規定他不用看診 只要處理行政的工作就可以了 所以陳志昌就是這樣的一個講師 對 那處理就是說主任他可以不用看病 只要醫院有規定他可以處理行政工作嘛 那處理所以醫院不能說他沒有在看這個臨床的工作 所以就用這一點來把他說把他請他走 這次就這樣他就等於否定他過去十二年來的努力 我覺得這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必須要幫急診醫師講說 第一個是你們都非常辛苦 第二個是你們所面臨的是跟上帝在搶生命 第三你們醫療救援特別多 所以我要講的是這一次我替陳志昌醫師跟另外那個主任 我覺得我很抱不平 長庚醫院應該用一個比較能夠來看救治病人的角度來看整個醫院的經營 這個也是台灣的未來我希望每個醫院都這樣走向 對的確其實剛剛主委有提到長庚醫院在這個急診的這個部分呢 負擔是非常的重 我們看到他是陶竹苗窩醫一家的醫學中心 每年門診有四百萬人次 急診是二十萬人次 住院有十萬人次 他的急診量能全台第一 他的急診庸色也是排名第二 那急診的治療呢 呆超過四十八小時 個案佔總數的三點九趴 那麼這一位主任呢他十二年來工作 他認為是被長庚的管理階層給否定了 那其實他也統籌六個院區的急診科的人力 研究教學 那也因應繁重的這個臨床業務呢 要把它減到最低 那他每年都是有通過平和 那如今卸任主任兩年 卻被追溯 他沒有執行醫療業務啦 這感覺上是不是在追殺呢 來請教佳琳姐 怎麼看這樣的情況 那陳日常他是覺得就是說 長庚的急診不單是單純看病 他還有其他的社會公益 那顯然長庚的管理者沒有看到這一點嗎 呃我覺得很遺憾 因為長庚最早的創始人叫王永慶先生 那王永慶先生生前 最後為什麼去成立了長庚這樣的一個 包括醫學院跟醫療機構 就希望說他取之於社會的這種龐大的利潤 他可以做某種回饋 那我們所有的這些大型醫療教學醫院或者機構 都是財團法人 為什麼要登記成財團法人 就是說他主要是非營利為導向 對 那你今天如果長庚醫院要以這種態度來處理的話 那你就只要開 那你乾脆都不要開健保好了 你通通去看你的那個自費好了 那你不這樣賺更多錢嗎 可是長庚可以這樣做嗎 我們給財團法人這樣的一個位階 就是說第一個他非營利 但是他也免稅 他有很高的額度是免稅的 更何況長庚醫院成立幾十幾二十年來 其實他的整個財務狀況 年年都是有盈餘的 只不過單一在急診部門 整體來說他沒有相對是有盈餘的狀態 甚至有部分的虧損 可是你一間大公司 你總是有些東西賺很多來補這些東西 而且這些急診最后也是還回流到你的門診 你如果都不接急診 這就是基本上我覺得是社會道義的問題 這也是讓台灣人民看得很清楚 就是說你長庚是不是叫唯利是圖 一個安靈師在急診裡待了這麼久的醫師 然後你用這樣子的名義 想要採檢這個所謂急診的人事 採檢這個人事的目的 是要創造你更大的盈利效果 你完全不管說過去我有多少的民眾 包括門診的 是從之前的急診轉進來的 那以這樣子來說 我覺得我們的衛生醫療機構 好好要研究這個問題 如果長庚醫院是要用這種態度 其實還有很多包括公立和修理的病醫 你說這個人也是急診室門庭弱勢 也是很不容易 但是他作為一個財團法人 基督教機構 他不會先去想這個事 因為他認為說 這個 基本上救人的生命 是超過他的營收 只要他能打拚的監控制 他就不會特別說 要求急診一定要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這種的 我覺得林口長庚 如果率先做這個動作 王府說政府又特別揪一條捷運線 又多一站在這個地方 讓大家來這裡看病 你剛才要探門診的錢 你不需要處理急診的病患 這種有一個社會責任和道義嗎 而且其他的醫院會不會跟進啊 會不會有類似的做法 所以我認為說 這是每一個病院 他也要修理自己的社會形象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有可能病患醫藥的集體抵制嘛 不然長庚這樣是沒辦法去看嘛 我轉來吉他嘛 還有馬接醫院 還有國泰醫院 還有新光醫院 更不要講說 台北市有很多嘛 你說包括勢力聯合醫院 還是說台大醫院 榮種 很多還有其他的機構可以去 所以我認為說 維力仕途 王永慶 我相信一生前 成立這樣的一個醫療的專業團隊 絕對不是這樣 只不過後來的管理階層 我覺得已經是走偏風了啦 你如果在這個部門 你如果說你整個 整個長庚醫院都經營不下去了 你虧損都很嚴重啊 你不得不 大家還可以有一些理解 說你要怎麼去整頓你的財政 你今天不是啊 你帳面上拿出來 你每年都盈餘啊 年年賺錢 年年賺錢啊 那你還要為了說 我急診太沒錢 我就要把急診室的人力更縮減 編制更縮減 你的人心對台灣人民 感到大的過去 對的確我們的醫療環境 會不會更加的惡化呢 我們也看到急診室的醫生呢 每天是要面對搶救生命的壓力 外人是難以想像的 他們每一班超過12個小時 還得日夜輪班 坐席顛倒 也難有固定的休假 那最近幾年醫療糾紛又特別多 也常遇到急診室暴力喔 常找不到醫師 願意待在急診室 我們來看PCR 重大傷患血流不只被推進急診室 醫師衝上前全力搶救 急診室日常改編搬上一幕 神聖救人 醫師如同英雄 不過卻自嘲嘗 累得像狗熊 不論八線承報意外 蝶煉花翻車事件 啟動大傷機制 又或是一般民眾掛急診 第一線都得迅速精準判斷病情處置 據台大醫院為例 急診醫師一天工作約12個小時 分為白天小夜大夜班 看診急救不斷循環 有可能在同一個時間 他來了兩三個很麻煩的病人 也有可能你坐在那邊一個小時 只來了一兩個輕症的病人 第二個就是在同一個時間 你可能需要同時處理好幾個 需要立刻處理的病人 隨時要繃緊神經外 每個月約工作140到180個小時 人力短缺時還可能往上加 日夜作息顛倒 男友固定休假日 也容易碰上各種突發插曲 病患破口大罵 甚至動手急診難呆 暴力越來越頻繁 一般急診主治醫師 月薪20到30萬元 外界看來待遇好 但以北部大型醫院來說 一個月急診室病患 平均約4000人 一天就有100多人 碰上假日連假更誇張 診所修診更常 忙到翻 只是加益制度 跟分級專診制度 所以常常我們那個制度 擺在那裡 是給人民參考用的 好 我們看到我們的醫療環境 是不是日益惡化 雪上加霜 來 其中的時期 我們現在說醫療環境 其實包括 現有的問題都還沒解決 包括什麼 醫護過勞 已經找不到人了 還有很多急診室的暴力 說實在醫護都很難待了 那現在如果管理方 還要要求你這個急診單位 還要賺錢 哇 那是不是逼死他們了 而且這一次這個長庚醫院的例子 他的管理方有點古怪 因為這個陳主任 他當初接下急診室主任的條件 就是他要負責包括嘉義跟雲林的 長庚醫院的急診室 所以他時不時都在各地跑 在出差 然後現在回過頭來 要求他說 你看 你都在到處跑 然後出差費怎樣 然後你都沒有臨床看診 然後來把他給逼退 我就覺得有點莫名其妙 就是完全說不過去 更何況急診醫學會 他們有一個組織 急診醫學會的統計是說 大概 大約的比例是五成 四成多到五成 到急診的病人 接下來會在這家醫院去住院 做後續的治療 也就是說 如果你拆帳的方式 不是用分科的 不是分急診部門 外科 內科 婦產科這樣 你是用人流去計算 你的這個花費和成本的話 進來急診室的人 他接下來要住院 要醫療 要開刀這些 他整體而言是賺的嘛 那如果你裁掉這個急診 他透過急診 然後接下來要在這家醫院 做診療的人 你就少了一半耶 對啊 那這樣子 對你醫院的這個帳來說 這樣真的是好嗎 更何況我們大家都覺得 你作為一個台灣龍頭型的醫院 這麼大型的醫院 然後你這個經營的唯一標準 叫做賺錢 我覺得實在是 這能說服誰 這完全不能說服人嘛 國家對於醫院 對於財產法人醫院 其實有很多的優惠 有這個稅的減免 給你這麼多優惠 是因為你在做慈善事業啊 你在經營醫院嘛 那你拿了國家的這些優惠 拿了國家的這些好處 然後回過頭來說 我賺不夠 不是沒賺耶 是你覺得賺不夠 你一年拿健保五百多億 然後你的盈餘 帳面上的盈餘是19.43億 帳面下還不知道你實質賺多少 搞不好更多 在這種狀況底下 你告訴這個社會說 我賺不夠多 說不過去 更何況 你要縮減急診室的這個比例 然後呢就說 沒關係啊 我們可以從內科外科 掉下來值班 內科外科 是沒有平常自己的工作嗎 你等於又變相壓榨了你旗下的醫生啊 他們平常有自己的門診 平常有自己的研究要做 然後現在我還必須多增加一個時間 來負擔去急診室值班 你是把你的醫 你是覺得 在你旗下這個上班的醫生 這麼好壓榨嗎 不要忘記喔 多少其他國家來台灣挖醫生 因為台灣的醫療 這個技術 這個在全球上面 就有名的啊 之前中國有沒有來挖台灣醫生 用很高的價錢 所以很多醫生往中國跑 新加坡有沒有來挖 新加坡也來挖 而且比台灣高四倍的薪水 對 那你說在台灣 又賺不到這麼多錢 然後還要被醫院整 然後還要被壓榨 然後還要在急診室被人家咆哮 可能要 還要被打 那你說我們台灣留得住 這些專業的醫生人才嗎 對的確我們的醫療環境 如果如此惡化下去 來請教這明顯 那其實就一般民眾的就醫權益來講 可能會受到影響喔 對 所以剛才講了一個重點嘛 你醫院真的是有服務業嗎 是以營利為目的嗎 不是嘛 他有他的公益性質嘛 長庚 長庚醫院醫學中心 他是醫學中心 而且他是長庚醫院 他還是林口長庚 是重度急救責任醫院喔 他有他的責任 社會責任在喔 所以他急診配備就是要45人嘛 如果你不夠的話 那你怎麼負擔 所以我也不不說 如果真的人數沒有處理的話 真的是有可能會被降階喔 所以長庚大家有沒有批評他說 他有沒有想到他的社會責任 我覺得長庚也當上在危機處理嘛 他說我看最新的發展 是發言人講說 董事長今天飛回來處理 要進行衛留 我覺得這一個 這一個是很重要的問題啦 那你這部分喔 當然你那個分流 分流這個很重要要做到 可是我覺得說過去你每一個執政 包括國民黨執政 也來處理五大皆空 這一部分就是說 那個醫護關係 這部分有沒有去落實 為什麼他們就過勞 被抄了要死 這怎麼去做解決嘛 那我們衛福部長陳時中講說 他把他定位那個醫護關係 醫護是服務業 當然醫界也有人不同的認為啦 你就主機處來講的話 醫護有是醫療保健 跟社會工作服務 這個類別 你把他歸歸歸為服務業的話 那是不是說 其實這樣很奇怪 對人家有奇怪嘛 所以醫界也有人質疑 因為服務業是以顧客為上 那問題是你醫療關係 醫療你不能單純把它視為說 我在賣服務嘛 不一樣 所以他不能視為單純的服務業 這還有另外一個層次啦 就是說我們醫護關係 如果是要破除五大接控的話 要不要納入勞基寶 那個勞基寶 納入嘛 蔡英文過去競選的時候 有提出來這一個政策主張嘛 所以未來民黨執政的時候 至少要有三年嘛 你怎麼去落實 我覺得政府還有責任啦 那另外剛剛中江講到一個很重點 你現在急診喔 急診只是說他醫生 那個醫生減少而已 現在有沒有引起糾紛喔 這不是管理問題而已喔 我就是病人的權利要照顧到嘛 接下來長庚他八月一號開始之後 禮拜六不看診耶 他禮拜六要平行 移診到禮拜一到禮拜五耶 那我看病的權利都會受到影響耶 一般人如果一到五上班 那我禮拜六 我什麼時候可以去看 譬如說我固定的慢性病 我就是禮拜六在看的 我怎麼辦 我怎麼去顧及 我本來就跟 我相信這醫生嘛 那他禮拜六不看 我平時我是不是移到平日之後 我要請假 我覺得自己有問題啦 我就說一日一休之後 產生這後遺症 怎麼去處理 所以我覺得說長庚的管理的部分 或許有他的缺失要去修正 可是政府也有他的角色要介入啦 不是說 我就說把你長庚降級而已 可是除了威脅降級之外 政府在整個醫病關係 整個醫療體系的那一部分 包括納入勞健保 如何減少五大接空這部分 我覺得政府應該拿出 更明確的一個措施出來 對的確我們的醫療環境 不能夠讓他日益的惡化 畢竟會影響到民眾就醫權益 不過民眾的觀念可能也要改一下 就說不要任何的小病都往大醫院跑 小病真的可以去診所 只是說觀念如何改正呢 先休息會馬上回來 好這次長庚醫院所爆發的事件 引發大家關心我們的醫療環境 是不是日益的惡化 來請教主委怎麼看這樣一個發展 剛剛我們也提到嘛 就說長庚醫院你剛剛提到 就說這個醫院大著很大 越來越大 那診所 你說中型醫院可能就消失了 但問題是一般的民眾可能觀念上 還是覺得有什麼病都往大醫院跑 但是也就造就說 這醫院集團化 甚至成為一個商區 你說連捷運都可以拉拉拉的到 但是一般的民眾 這個觀念改不了嗎 現在尤其是在假日的時候 許多醫師都沒有辦法看診 為什麼 因為整個一例一休 或者以前的整個醫藥分裂之後 他必須有藥師在診所才能夠包藥 所以現在就形同說在假日的時候 是很多醫師他是診所他不看診 那這些很多病人我們在病人立場來看 他不知道他的病 這個症狀是大病小病 其實他有時候分不清楚 所以他當然是為了保全 我相信我們如果美人都這樣子 也是到大醫院裡面去 那我覺得台灣的剛剛 其實台灣的醫療是非常便宜 我們大概舉一個例子來看的話 在美國做個大長徑是七千塊的美金 美金 台灣是一千兩百塊的台幣 那美國的物價如果是台灣兩倍的話 那麼他要十萬塊台幣 所以我們是八十分之一 所以其實台灣的健保 能夠用這麼低的健保的價格 來維持這麼好的醫療品質 像兩年前的八千成報 我們救治那麼多人 其實是有一個很好的整個急診的處理系統 那我覺得現在還在面前的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是未來在一粒一休 那過去我們看到這個勞保的時候 從去年從84小時兩個禮拜 變一個禮拜是40小時 那醫院就增加很多的支出 那一粒一休完之後也是這樣子 那今年的8月份 住院醫師從每一週最多88小時降到80小時 那兩年之後勞計法實施 從80小時變40小時 那這些未來對整個的醫療的衝擊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台灣有沒有這麼多的醫師人員 來繼續進行這樣的服務 我覺得這是非常 現在人已經不夠了嘛對不對 人不夠了 對 所以有很多醫生可能是從東南亞來的 那護士缺的更多 缺的更多 那未來長照也是一樣 長照的照護人員是缺的非常多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整個 整個的一面思考 那我想現在一粒一休的問題 可能今天下午再開會嘛 那大概診所就分做三種方式 一個是六字他就不看了 那第二個是看 醫師自己看 護士跟藥師不來 他自己從掛號 從抽藥 從打針 病例歸檔 甚至於打掃廁所都醫師一個人 那滿煩的 那有一種是說 藥師跟護士來上班 然後急診 那掛號費就多了100塊錢 所以我覺得政府在處理這個整個的 整個的政策的時候必須要看見未來 尤其是醫療這一塊 我要幫醫師講一些話 因為我本身是醫師嘛 對 其實我們的真的是付出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一直面對這個醫療的暴力 那醫療的糾紛 那尤其是自己內心的一個掙扎 其實每個都讓 我覺得現在我像我自己就不鼓勵我的孩子當醫師嘛 我說你就自己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我自己都不當醫師啦 就當護士長嘛 是 所以我覺得台灣未來的醫療還有很多 很多的面臨很多的一個困境 我們要去克服 對的確來 佳妍姐怎麼看我們的醫療環境 剛剛這個顏醫師也提到了 這樣的一個情況 可是現有的問題都沒辦法解決了 如何看到未來我們的衛福部能解決嗎 首先我要說台灣的這個健保制度 從1995年開始正式實施 到今年超過20年了 其實全世界都很驚豔 台灣的健保制度 因為以我們的給付率 跟我們的這個品質來做對比的話 老實說 戶口 物美價廉 對 那這樣的一個結構 剛剛比方說跟美國比 美國就是一個推動這個健保 歷經這個克林頓時代 到小布希時代 到歐巴馬時代 到現在川普時代 都完全沒有成功的例子 對不對 即便是有百年以上歷史的德國 在健保的那個制度上面 其實我們一開始是學習德國 但逐年下來 德國的健保制度 他們也在做微調 那台灣的制度 老實說 我覺得基本結構算健全 但是有很多的就醫觀念 是需要有一些引導性的 讓大家能夠慢慢的培養一些好的習慣 而且為什麼我們在急診會加重部分負擔 就是告訴你說 你在消磨病 你應該先去看家醫科 你不要一下就衝到那個所謂機構 或者教學醫院去 這樣資源的配置都不平衡嘛 所以在這種結構之下 我是覺得一方面是要引導 再來就是說預防醫學的部分 也應該要加強 如果我們要降低健保整體的這個給付率 那你就是說在預防前面做好 那這個讓病人都健康 我自己因為在德國念書為例 我有輕微的胃潰瘍 因為喝了很多咖啡 可能要寫論文等等有壓力 那醫生就跟我講 他那很多看著看了半小時 包括我的生活起居 到異鄉有沒有壓力等等之類 講完以後他說 你要來看我 我給你處方簽 你就照這個處方簽 每個月去領一次藥就好了 一個月領一次藥 對 因為他很清楚 他就是說 他是論人記仇 你來看我一次 你來看越多次他撩越多 來看越久他賺越多 因為他就是給你算人計次的 算人計費的 計價的方式 所以他了解之後覺得 所以醫生會花第一次很多時間 教導你怎麼維護你自己的健康 怎麼來對你自己的疾病做一些控制 那慢慢慢慢的這樣整體下來 第一個 一般的民眾慢慢的 越來越了解自己的健康狀態 身體狀態 他也會降低健保的給付跟支出 第二個 醫生的醫療品質也提升 因為他可以在第一次 或者是真的你需要的時候 花比較多的時間來給你好好看 我覺得我知道現在很多醫事人員 真的很辛苦 他被迫掛一百多號的門診 可是就只有三個小時 你知道要怎麼辦 所以看到 從早上去八點半九點開始看 看到蝦包一點兩點都還沒吃飯 很多 所以以這樣的狀態來說 我覺得這個是應該要有局部調整的機會 那怎麼調整 會讓台灣整體的醫療品質可以提升 這個是除了制度面要改變 人的觀念更是需要提升 但現實的狀況恐怕很難 你看長康醫院每天門庭弱勢 像菜市場一樣 擁擠到不行 那這種情況 那你病人 這個在一代以後 我覺得會改變 所以要從中小學開始教